欢迎收看关键曲课 我们刚刚谈就是 刚刚在立陶宛结束的北约峰会 过去北约首要的敌人 当然就是俄罗斯 在现在俄乌战争正在进行的过程里面 大家当然认为说 最关键的议题应该是俄乌战争 最关键的议题应该是 怎么样遏制普丁的野心 可是妙的是 这一次的北约峰会 竟然俄罗斯不是重点 而且这一次的北约峰会 竟然把澳洲 纽西兰 日本跟韩国的领导人 全部也请到这样的一个场合 不但请到这样的一个场合代表 我对亚洲的重视之外 更发表了一个前所未有 对中国非常严厉的一个谴责 我们简单的念经句词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开的 野心强制性的政策 挑战我们的利益安全跟价值观 中国采用广泛的政治经济军事工具 来扩大全球影响力跟投射能力 对战略意图以及恶意 使用心心破坏的科技的威胁 他们等于说对我们北约 你是一个威胁的存在 对啊 北约的威胁 不是俄罗斯吗 不是普丁吗 难道现在普丁和俄罗斯 已经不是威胁 中国才是威胁 如果现在北约已经确定 中国是北约的威胁的话 那北约下一步会怎么做 今天是日本 韩国 纽西兰 澳洲 到了这个北约峰会 接下来北约会跟这四个国家结合吗 未来的北约真的有可能出现一个亚太版的北约 或者是北约的力量直接进到了太平洋呢 在这一段里面 双周的种族比率国陈也加入我们的讨论国陈 你好 你说你看到北约峰会的结论 你昏倒了 现在这个世界的变化 比你想象来得更快更急 结果这次北约峰会竟然 重点不在俄战争 重点居然不在普丁 重点竟然在中国 而且刚刚讲到 他的北约秘书长史托腾伯格 居然讲中国拒绝 谴责俄罗斯还威胁了台湾 以前所未有的速度 规模促进核武现代化 缺乏透明度 使盟国同意共同持续 应对中国的胁迫性行为 在上一次 你已经是体制性挑战 现在你是中国胁迫性行为 而且在这次的 北约的这个峰会之后 他们发表了一个公报 一个公报里面来说的话 大家以为说应该以这个北约 应该以俄罗斯为主体 不是 他批评的都是中国 你看洋洋沙沙这些五大象 五大象这是三十一个会员国 共同的 他们对中国的看法 他们形成了这个共识 好 那这个共识你看完之后 你会觉得什么 目前为止来说 北约应该会在亚洲来了 应该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会来亚洲了 为什么 因为这次还邀请了四个国家 这个日本 韩国 澳洲 还有纽西兰 而且他们会后之后 很多国家 还跟这个四个国家的领袖再来谈 所以谈什么意思 他们再谈 再谈的意思就是表示会来亚洲 为什么这样讲 关心亚洲了 我们现在讲 他会后的记者会 他直接讲 这个史托彭 腾伯格就说 中国拒绝前的俄罗斯 威胁台湾 然后他把他骂了一顿之后 使盟国同意 共同持续应对中国的 微迫性的轻微 好 那我们接着讲 那他峰会里面的 这个公报里面 他到底讲了什么 保险我看 他整理是全方位的 批评 批评中国 挑战了我们的利益 安全还有价值观 然后中国采用了 广泛的政治经济 军事的工具 来扩大其全球的影响力 还有投资的力量 所以中国的对抗性的 用语还有不实的资讯 以北约盟国为目标 损害盟国的安全 损害盟国安全 他点名你损害我们的安全 再来中国寻求控制 这个关键性的技术 还有产业 关键性的基础建设 还有战略性的原物料 还有供应链 利用经济力量 来造成他国战略的依赖 强化的影响力 所以他要推翻国际秩序 然后包括太空 网络还有军事领域 讲这白 推翻以规则为基础的 国际秩序 你看你威胁我们盟国的安全 再来你要挑战国际秩序 再来就是说 你看你用民用为幌子 做军事扩充的 这个布的生产 所以你是 你还要发展核武 有损于国际禁止 核子扩散条约的目标 好 又把他骂了一顿 再来就是 因为你跟俄罗斯的 深化战略的伙伴关系 然后互相强化 破坏国际的秩序的企图 所以我们要求你 你不要避免 用任何所谓资源的方式 资源俄罗斯的战争 还有停止强化俄罗斯 将侵略行为 归咎于乌克兰 和北约的错误说法 你还这样说 所以他把他用骂了一顿 好 再来 最后 北约 我们北约还是希望 能够跟中国建设性的往来 保持开放的态度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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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正在促进共同的 对中国的察觉 增强韧性还有准备 以对抗中国分化 北约盟国的 胁迫手段 所以他从头到尾 把他骂了一顿 所以他事实上 这五条出来之后 你觉得什么 北约目前为止 当然最重要的目标 已经不是俄罗斯 他现在已经把中国 数落了一顿 未来 所以为什么说 现在可能法国总统 马克宏还会抗议说 不要啦 不要到这边 来设立办事处 但是我觉得 以目前北约假设 他真的三十一个国家的盟友 都是这样认为的时候 你觉得他会不会来亚洲 我觉得那也只是时间的问题 而且刚才讲到 就如说北约这样是吧 你是在军事科技 你这个等于未来政策 甚至在太空领域上面 你是全面的要挑战 现在的秩序 你要挑战现在的秩序 你就是危害 北约的集体安全 好 那北约现在呢 已经是说 点名中国是维系集体安全 所以现在 保险让目前为止来说 他在北欧洲可能大概已经没有朋友了 在欧洲没有朋友 那你想说 没有啊 他还有一个俄罗斯 而且这张照片 已经灯片了全世界的媒体了 没错 刚才讲的 现在韩国的日本的纽约来澳洲的 四个总理 对 手牵手 保险那这四个日本澳洲 日本这个韩国纽澳的这个总理 或是说他们的首相 手牵手站在一起 或是总统站在一起 保险他们站在一起在什么地方 他们在北约的峰会里面站在一起 而且他们现在四个 在北约 对 他们四个国家的领袖呢 后来在北约峰会之后 他们分别跟北约开会 然后还跟美国开会 代表开会 跟各国开会 开会什么议题 你认为他们四个 会跟这些北约谈什么议题 当然是谈中国议题嘛 所以我就跟你讲 现在显然 如果未来的 他们四个国家 在北约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那当然告诉你就是 中国显然 真的才是北约下个阶段 或许会扩充到这个亚洲来 把这个四个国家 会不会纳进去 这都是未来考虑的这个重点 而且你说现在中国麻烦在哪里 前有狼 后有虎 现在北约已经摆明了 我跟你对干 因为你北约已经讲了 你现在在各个领域里面 你都已经威胁到了 北约的一个安全 那你总是跟俄罗斯好吧 你总是跟俄罗斯朋友吧 你就是因为 深化了跟俄罗斯的战略关系 你才被北约打到了对立面 可是今天习近平才说 我要进这个架 进入这个者 也就是说我今天要去对付 反制你美国对我的制裁 可是没有想到 第一个对中国捅刀的 竟然是俄罗斯 而且中国俄罗斯这个捅刀 小粉红火了 保险我跟你讲很有意思 目前我一直在说你看 北约的31个国家 几乎把欧洲都纳进去了 它视你中国为敌人 再来是日本澳洲 还有包括说纽西兰 还有韩国四个国家 如果也加入北约 那是什么意思 就是跟你中国为敌 所以现在中国真的没有朋友 但没有朋友 你要说我们还有个俄罗斯 我们是这个关系无上限 可是问题是 最近中国对很多俄罗斯的政策 他们是翻脸 他们觉得很多小粉红骂翻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中国 美国不是对这个中国 设了非常多半导体的限制吗 然后中国就说 我们做出台一个让美国 真的吓死了 我们现在把这个半导体 第三代半导体的关键领主件 架跟折了 我们实施这个出口管制 为什么 因为目前为止架跟折了 中国的产能 大概占全世界的70%到80% 所以他说 我限制的时候 你美国一定会跳脚 当时中国媒体还大局的报道说 你看我们的中国杀招终于出现了 那小粉红说好赞 我们终于要反击了 结果没想到过了两天 第一个说俄罗斯的国家技术集团就说 我们准备要开始 我们要生产者的这个 提高者的这个产量 满足国内需求 他说满足国内需求 但其实大家都知道了 你国内哪有什么需求 你就是要卖到国外去嘛 所以他真的就开始生产 很多这个生产价的 有说我们要生产价 虽然说他们的产量不多 但这个看在中国的眼里就说 你怎么会这样子做呢 而且你知道还有不只这样 你不要卖出去你控出的市场 对 俄罗斯要来填补 对那好你中国这样说 刚果马上也说 我们也要生产者跟这个价 我们要生产出来 所以他说 刚果在过去那时 你也跟他关系非常好 就没想到他还搞这种飞机 好不好 我跟你讲 大家多气你知道吗 这是小粉红的文章 他讲了什么都很难 人家就说 为什么俄罗斯要生产者 他说很遗憾的 这个消息是真的 对 这个俄罗斯的这个集团 明显表示将会增产 他直接讲得非常清楚 那他说什么 你看他说为了 为了加强这个出口管制之下 这个满足俄罗斯国内 生产的序合 当然这种说法 显然是公然扯谎 你看他都讲得非常清楚 公然扯谎 对好 那下与国内俄友们 一厢情愿的理解不同 俄罗斯与中国 并不是什么盟友 他并不会主动配合 中国的制裁措施 好那最后一个什么 最后此事一再证明 中俄关系含金量不高 然后其价值最高 不会超过60吨泽 请认清这个基本事实 有必要 中俄之间含金量不高 对而且你知道 这几天的时候 又让很多中国小粉龙 不爽是什么 就是这件事情 因为7月2号 刚好就是这个 弗拉迪沃夫斯托克的 这个他的这个建成 这什么东西 163周年 很简单就是海参威 这是海参威 对也就是说 这个海参威 被俄罗斯并吞 163年的纪念日 俄罗斯扩大庆祝 对他这次 把它当成是一个 这个扩大庆祝的状况 你看 这是海参威 海参威对他们在那边 开了这个大 罗斯叫做 弗拉迪沃斯托克 对你看163周年的这个状况 然后人山人海 然后放烟火 这个大肆庆祝 而且同时还怎么样 他们还同时把这个 军舰都停在这个地方 跟你说什么 跟你说 跟你说我们呢 这就是我们的土地 那你看看到小粉红里面 小粉红就很 有人很不能接受 这秘密就是我们的 现在很多中国人 就说我们要把它收回来 所以双方因为海参威这个事情呢 原本就已经 你要生产者这个 我已经非常不爽 结果又贴了一件事 那它更不爽 你看中国之间 还有一个更大矛盾 就是人民币 之前不是讲吗 他现在人民币贬到 我已经把人民银行的行长 给换掉了 换掉以后还跌跌不休 为什么跌跌不休 因为俄罗斯在背后 偷卖人民币 对没错 事实上之前就有国际媒体说 你人民币贬成这个样子 请你中国留意 后面有很多国家 在偷卖你的这个货币 大家第一个点评就是俄罗斯 中国当时还不以为意 就不像中国的官媒新华社 就直接说 没有错 这个俄罗斯在6月的时候 大概卖了我们约莫 价值746亿 卢布左右的人民币 他在抛售人民币 因为抛售人民币的时候 导致整个人民币货率 会略在海外市场节节败退 那为什么 他要换美金回来 也就是说我拿人民币 去换美金回来 换美金来用 所以搞了老半天 你要国际化人家还是换美元 那结果你知道 只有美金可以买别的东西 结果你知道 这个摩根史丹林跟你说 我跟你讲 不是新华社讲的那个样子 他说今年以来每个月的 他都卖了大概约莫 价值40亿美金左右的人民币 每个月卖40亿 而且他说是什么 俄国央行还有石油商 拼命拿到人民币抛售 所以导致人民币的压力那么大 原来搞老半天 就是你在后面捅他的刀 所以你知道 你人民币这样子 然后你者跟这个价的制裁 俄罗斯完全都没有配合你的政策 所以才说 中国现在真的在国际上 好像真的一个朋友都没有 所以董事长 刚刚讲的 北约今天这样的一个声明很凶吗 这个对中国来讲 真的充满敌意吗 过去北约是冲着华萨公约组织 是冲着前苏联 现在北约的对面 北约的敌人变中国了吗 其实不是 其实还是要解决俄罗斯的问题 因为俄罗斯对欧盟来讲的话 是一个千年的仇恨 这个国家跟欧洲的关系 是上千年的历史的情节 一直在威胁 就是他们之间的关系 终于到了今年 有一个机会 可以彻底解决掉 欧盟所有的国家 跟俄国的这种 长期的俄罗斯斯大夫民族的 这个千年仇恨 现在只剩下一个问题 他为什么不会倒 很容易 中国在后面支持 中国支持他嘛 中国不支持俄罗斯就投降了嘛 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 所以他们很清楚 你看下手那么重 他写得非常重 他每一项就直接挑战你 他知道你 你为什么 今天中国支持俄罗斯的目的何在 这很简单 就是跟所有自由民主国家 争取这个所谓的 世界的主导权跟霸权地位嘛 不是一样的概念嘛 他讲那些都是成枪烂调 其实最重要就是他讲了 第四条 第五条 就是俄乌战争 你谴责俄乌战争 你停止施用它 就战争结束 普丁倒台 很简单 是这样吗 当然是什么简单的事情 他现在没有力量了嘛 因为俄罗斯这个国家的 一年的总GDP 只有广东一个省的GDP总量 而且现在可能降到 连广东都不到 大概三分之二而已 他这个国家 没有能力跟全世界为敌 他凭什么打到现在 就靠他天然气吗 因为他被制裁了嘛 对 对不对 他有很多民生消费品 整个需求 他哪里来的 从中国来的 全不是中国来的 就中国大量地供应他 整个他所谓的消费品 对 那交易什么东西 俄罗斯给他什么东西 天然气石油 天然 就这些天然资源嘛 是不是这样讲 那这个是一停 到底没有了 那包括更重要的 那这里面有没有军工品 那这些军火的军工的原料 跟材料 一大堆通通是他供应的 未来二十年的美中 美中有结构性的冲突嘛 所以这休息底的陷阱 摆在那边了嘛 是 所以他知道嘛 所以普丁跑 所以包括习近平跑过去 还鼓励他 这百年未见的际遇难得嘛 这什么名字 没有 攜手前行 对啊 他说我们一起来努力嘛 所以你说这个 你说这些北欧的国家 欧洲国家火不火大 北约当然干你干到底嘛 但北约可以发这个声明 你要注意哦 欧盟可不可以发得出来 欧盟不见得发得出来 因为欧盟有涉及到很多商业利益 商业利益 这个只有在安全上的 一个单一议题而已嘛 所以他跟你干到底的嘛 对不对 所以然后这里面 他怕什么 他当然最怕这个啊 他把你亚洲扯进来嘛 怕这四个 怕这四个啊 这四个加台湾嘛 对 这还有台湾 台湾有力量嘛 台湾够力哦 台湾是个咖啦 对 这四个是咖啦 你说把日本 韩国 纽西兰 澳洲加进来 对 那这四个进来 才会变成亚太的重大威胁嘛 对 所以从这边开始 下手 这个外科手术下手的话 这个中国大陆 才有可能退缩嘛 所以他因为 这个错误的政策 他就挺俄罗斯 搞出俄乌战争 俄乌战争搞出来 这四个图里面很妙的 你会不会注意到一个问题 韩国的总理 跟澳洲的总理 后面背后的国旗 应该是什么国旗 韩国总理 对啊 你看他们两个国旗 站反了 你看见没有 他就故意要让韩国 跟日本握手握在一起啊 对不对 这两个国旗是 战是对的嘛 你说这是韩国 澳洲 日本 纽西兰 赵一家你的总统 应该站在你的国旗前面 可是我今天 要强调一个东西 尹习越跟这个岸田文雄 两个人要手牵手 所以两个人手牵手的时候 他就要跟澳洲换位置 这是换位置的结果 你看这个图很重要 他就告诉你说 日韩式合作关系 他们处处都在 这个小细节上 这么细腻 当然这是国际政治 哪有不细腻的 都是小事情 传递重要的讯息 告诉你的日韩之间 是这种关系 现在变成同盟关系 跟你打仗 开玩笑 利用北约这个平台 传递的要联合 要来包围中国大陆的 这个决心 重要的议题在这里 好 玉否 刚刚讲的 刚刚吴总一讲 我茅舍顿开 搞了半天 这次北约峰会 关键这次四个人 因为我要把亚洲力量 加起来 把亚洲力量加起来 那才是对 中国最大的威胁 那现在持有 刚刚讲的日本 韩国 纽线 澳洲 当然台湾 隐身在这其中 还有个更关键的是 有两个国家 南海至关重要 因为控制了南海的咽喉 菲律宾 越南 菲律宾 越南在这段时间里面 也跟中国翻脸了 对 现在来讲的话 其实中国大陆 那个时候弄了一个九段线 什么叫九段线 就是说南海 是中国固有的一个疆域 所以它要在这地方 要开始开发 开始填海造路 但是那个时候 越南就非常的生气 越南跟菲律宾 非常生气 一壮告上了 海牙的国际法庭 在2016年的时候 其实审判 在中国缺席的情况 有结束 有答案了 答案就是说 这个认定中国 在南海的填海造路 给环境造了 不可挽回的损失 并要求中国 停止在南海的活动 但是中国大陆有停吗 没有 它的民兵组织 还是越来越多 然后过了这么久的时间 在今天 它弄了一个网站 Not One Inch 什么意思 你说这是菲律宾搞了一个网站 搞了一个网站 就告诉大家说 Not One Inch 对 Not One Inch 在南海仲裁的七周年 这一天 弄了一个Not One Inch 上面还有一个小字 就是说 我们将不会 任何一平方寸的菲律宾领土 拱手让给任何其他国家 寸土不让 对 寸土不让 讲的就是中国大陆 那这个地方 其实九段线是非常非常敏感 因为九段线不只是说 中国大陆 它要自己在南海的一个主权 但是九段线这里包含了菲律宾的西边 包含了马来西亚的北方 包含了越南的东边 等于说你画进去之后 哇 那我们其他国家 都不用混了 我们都不用混了嘛 尤其是这个马德雷三岛 弄的这个沉船的这个仁埃礁 也在这个里面 所以呢 如果真的九段线弄下来的话 其他国家就不用混了嘛 等于 菲律宾不但是Not One Inch 我一寸土地都不让 寸土不让 寸土不让以后 我就标定哪些是我的 马德雷三号还在人海礁上面 对 我是寸土不让的 对 他的意思就是说呢 我现在已经把它弄出来了 One Not One Inch 这个东西都是我的 好 重点是他怎么赶这个时候来昂瞎 这个时候来跟大陆叫 来叫板了 因为现在美国又跟他联合军演了 美国又来了 对那个时候呢 我们之前就有谈到嘛 有个肩并肩的一个联合军演 这一次联合军演的时候更神奇了 好 F18 这个美军他出动的人数 竟然还比菲律宾还要多 所以呢 代表说什么意思 我们今天这个美国大哥是全力相挺的 然后在这一个MASA23联合军演里面的一个重点操练科目 是要集成一个靶船 那操练科目在哪边呢 在黄岩岛 黄岩岛非常的敏感 因为黄岩岛距离广东 很近啊 你哪里不去 你去这个地方 然后呢 要打的是一个靶船 这个靶船什么船你不打 你打一艘游轮 这艘游轮的历史非常的有趣 这个是中国大陆最有名的中心造船厂 造的 中国的 对 中国的中心造船厂造的 造完之后呢 卖给菲律宾的这个运游的公司 给他做商业的运用 然后呢 老旧之后呢 在六年前 这个艘船送给谁 送给菲律宾的海军 所以呢 今天这个MASA23的重点科目呢 就是把这艘中国似的拿出来 在黄烟岛附近 由美军的弹炮把它集成 就把它打掉了 也难怪 中国的解读说 你这个动作是给 中国一个下马威 对 你在这个这么 这么敏感的区域 打一个这艘 这么敏感的 他说你把船 把船其实我们简单来讲 你那些报废的船 随便拉一艘出来都能打 对 你有需要特别打一艘 中国的 是中心造船厂 做的一个吗 所以呢 现在来讲的话 其实在大陆那边 也是非常非常的敏感 你打这艘船 难道是要给大家 看看这个下马威 以后难道真的 你敢进到这个菲律宾的领海里面 就要被打掉吗 而且刚刚讲的 现在越南 居然做了一个全民运动 对 检局九段线 好 九段线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就中国大陆那时候 画了一个九段线 他把所有南海的部分 都给画进来了 然后在美国的好莱坞店里面 你烧着红台北 这个七月中呢 就要上映的一个Barbie Barbie你觉得会跟地缘政治 有关系吗 没有吧 怎么可能 Barbie就跟肯尼的爱情故事啊 可是在萤幕里面 他自己涂鸦的 Word map 世界地图里面 在Asia这里 你看 很多人还看不出来 但是旁边 是不是画出了一个 有点像是九段线 不可以有虚线 对 但是这个东西 真正九段线是这样子勾起来的虚线 对不对 但这个东西好像还好 可是越南说不行 你要嘛就三减 要嘛你就不要上映 然后呢 连账都不行 对 studio 那个片商就出来讲了 这个东西呢 讲的就是Barbie 天真浪漫 他的一个涂鸦 跟什么九段线哪有关系 而且 他这个也没有 也没有连起来 没有赚起来啊 对 但不行 越南说不行 你只不过画了几个虚线 对 画了这个虚线 他就认为说 你是中国的九段线 就开始检举了 你是中国的九段线 你就要给我拿掉 对 而且现在不是说这个拿掉而已哦 他现在全越南人 全部加起来 你看这影片 你看这电影 你看这所有的资料里面 对 如果有九段线的 全部都要给我举发出来 对要举发出来 所以呢 他们现在包括他们的评委会都说了 不能让他上映 那巴比这部电影能不能上映呢 现在看起来是不能上映的 所以呢 这九段线就可以知道说 包括在菲律宾 包括在越南 包括在这个马来西亚 都是非常非常的敏感 好 铁北 刚才讲 你是学国际政治 特别是你是南海的权威 今天菲律宾跟越南两个动作 真的飞比寻常吗 特别是越南 凶到你在任何影片里面 有一个虚线都不可以 对啊 中国的护照上面 有这个九段线的 他进去的时候 也叫盖别的地方 他不承认他的护照 都是一样的意思 就说你不管是影片 或是任何文件 上面有呈现出 中国九段线的这个概念 越南一律是不能接受 所以他一定是抗议的 我们这边也是一样 这边有任何的风吹草动 越南也是常常 跑到我们外交部去抗议 所以这个越南跟菲律宾 他们对这个事情 非常非常敏感 不过这一次比较特别的是 美国跟菲律宾的这个合作 竟然他演习区 是画在那个黄岩岛 黄岩岛就是2012年的 黄岩岛事件 被中国夺去之后 结果现在呢 仲裁案判给了 就是说仲裁案判给了 中国这种做法是不对的 结果现在来讲的话 美国又重新 跟小马可市搭上线之后 现在整个来对付中国 所以你看到 北约那边是一回事 这边在亚太地区 美国也是拉拢着越南 前些日子 美国的航空母舰 才到县港去访问了 这是第三次的美国 航空母舰到越南访问 所以显现什么意思呢 美国他现在在南海 又布下了一个重兵 而且最近来讲 非常麻烦 就是说 因为中国跟越南 在中国跟菲律宾 在仁爱交的那一个 所谓的座胎事件 马德雷三号的座胎事件 再加上黄岩岛的演习事件 整个中国内部 现在也炸锅了 所以整个那个 三方的所谓的民族情绪 整个全部高涨起来 所以现在也不晓得说 因为现在少到 红台博也就是这种 像电影 但是问题是像 如果双方之间 三方之间的 这个民族情绪 起来之后 会不会再像上一次 那个所谓的暴动事件 像台商的工厂被打 或者是所谓的 已经都没有朋友了 没有朋友的情况之下 他还不会跟周边国家和好 而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他照道理讲应该收览 越南跟菲律宾的民心才对 结果他用这个方式 又激起民族主义 所以其实有人说认为 背后是美国在套照 但是事实上 也是中国自己要承担一些责任 而且中国我觉得现在很好 有趣的是 过去我们都讲 我们的邦交国都是小朋友 穷朋友 小朋友穷朋友 都是跟台湾要钱的 就这些很多朋友嘛 很多朋友都跟中国交朋友了 那跟中国交朋友了以后 有两个 一个是宏都拉斯 一个是索罗门 结果这两个国家 现在到了中国 都是狮子大开口 你今天来讲的话 把台湾的邦交国挖过去之后 就一定是狮子大开口了嘛 你看宏都拉斯要多少 200亿 6256亿的台币 对就是200亿美元 那为何要盖什么 要盖个铁路 就从这个所谓大西洋 跟太平洋之间连结的铁路 那这是狮子大开口 那索罗门也一样 签了大概将近七个协议 这个协议美国告诉全世界说 请你们两个国家 把这个协议对外公告一下 到底你们签哪些东西 也就是说你们签了 可是秘密条约 美国比较担心什么东西 解放军透过这个索罗门群岛 进驻到南太平洋 这边来 影响到澳洲跟美国的地缘战略 所以对这个全世界来讲的话 没关系 你今天拉了台湾的邦交国去之后 结果这些国家 因为本身来讲债务非常多 所以跟你中国四肢大开口 中国给不给 中国要给啊 中国不给的话 那你现在跟你建交是干什么 但是给的时候 他如果要跑掉 所以中国一定是什么 分阶断给 他分期付款 但是问题是分期付款的时候 对方来讲 又觉得你很没有诚意 然后有很多国家跟中国说 你可以解除我们的债务的 这个相关的 这个免除债务等等之类的 所以其实接下来中国压力 才是最大的 米党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主族 抗中宝台 对 那你要抗中宝台怎么办 你要强化我们的军事实力 务视敌之不来 是无有以待之 结果最近被人家查出来 这还是民进党自己的市议员 对 去查出来 我们的胸前现在要有个抗弹板 背心上有个抗弹板 抗弹板 如果子弹来之后 至少我的胸口心脏 这个地方可以保护吧 结果没有 你完全没有任何的保护力 那没有保护力 大家想那你国防部 找个交代吧 对 结果国防部在忽悠大家 对 我们来讲的话 上个礼拜我们讨论过了 是新北市新装 民进党自己的议员 拿了这个军备的抗弹板 去了美国来打 那打的时候 他用的是什么呢 他用的是5.85的子弹 好 打穿了 打爆了 所以那个状况 大家都觉得 哇 这个很可怕 国防部就讲说 不可能 那个东西 军备品怎么可以流出 我们马上来核查 我们这边没有搞丢 你那边哪来的 去质疑人家影片的一个真实性 可是问题是 重点不在军备品外流 对 重点是你的军备品 到底能不能防弹啊 对 没错 但是大家就去质疑他们说 那你国防部 你军备局你要讲清楚吗 拖了一个礼拜 他们今天也出来讲了 好 我们的第三集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呢 你们那个美国的影片 你们前面的抗弹板 跟后面的夹绳 放错了 你应该一个放前面 一个放后面 你们放错 子弹有差吗 你要是可以打 挡得住的话 你都挡得住啊 大家就理解那工材 不是 好 很简单吧 你就实弹射击给大家看 对 到底打得穿 打不穿 不是一翻两对眼吗 有道理 他们释出了一段影片 这影片我看了半天 我看不懂 看不懂 连你都看不懂 对 人家打的是两种子弹 一种是7厘米的 一种是5厘米的 为什么 因为现在解放军 都打5厘米的嘛 好 他拿出来 那一个铁锤 我们台湾是7.62的 对 然后呢 后面 引断的后面 哦 终于 这个抗弹板 跟这个背心拿出来了 把它弄在板子上面 哦 操作 打了 射击了 对射击 没有后果 没有 你射完几 你直接拿出来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今天打的是什么 打穿了没有 打的是7厘米 还是5.85的 打不打得了 没有 影片就结束了 影片就结束了 然后呢 记者就问他说 那我们的阿兵哥 到底能不能够 挡得了共军的子弹 对 他给大家了一个算式 说我们来算交二 这个交二就是 怎样怎样怎样 好 这个交二 也不用算了 因为这个也是一个 莫名其妙的 因为他算的是什么 算的是 我们刚才讲的 7.62公里 问题是那些新北市议员 他算的是5.8公里的 为什么要算5.8 因为 阿公阿医翁 就是5.8公里嘛 你子弹比较小的话 你出速会比较快 你进去的话 你会造成比较大面积的伤痛 所以记者问他说 我们挡不挡得住 阿公要轻记 没有 我们7.62的可以 你到底讲什么 在鹿顶记里面 韦小宝有一段 非常精彩的说法 是什么 你要说谎 要怎么说谎 说谎要8分加2分真 2分要完全真 但8分要忽悠 而且这忽悠说谎的时候呢 你要说得越细越好 越仔细越好 当你这个8分甲说得越仔细的话 对方就会相信是真的 我现在完全感觉 他们现在广播是伟小宝上升 接不定讲 我很简单吧 你就是一个防弹板 你就打 打穿了 打不穿 你对的 打穿了 你要给国人一个招待 结果我开始算 我们不能五段的说可以抵挡 这个7.62公里会代表 带来4163胶耳的动能 但5.8公里是2003的胶耳 所以我们测到的 子弹速度有增加 还是比人比4162 你在说啥 对我们要看的东西呢 其实就是你跟这个新北市议员 你民进党这些员 打完然后给我看一下 人家新北市议员打穿了 不是他完全在忽悠我们 对你能不能打穿 好讲到这个周星矢 其实周星矢的电影里面有一个 他跟多龙讲的 你这个板子能不能挡刀 你穿上去 穿上去砍一砍看就知道嘛 那那个军备局国防部的 你就不要穿上去 大家来试试看 现在来讲大家炸锅了 照一讲 你军备局长会你国防部长穿上去 你国防部长如果穿上去 蹦蹦打两枪没事 我一定请命 我一定上战场 你就学周星矢多龙的那一段 打上去 只要没事就没事 好那现在网友就问了嘛 因为记者还问了一件事情说 这个东西这么有争议 你说也不确定能不能保护我们阿兵哥 那可不可以开放官兵自己去买 不行 这个是重要的国防资源 怎么可以开放 哇那你不开放 你叫大家穿上去 这样也可以 所以网友就炸锅 所以你们是有串通好 那打蛋打蛋 那个子弹打过来的时候 还要符合规范吗 讲的就是什么 你不可以用5.85的打啦 你去找7.2的来打 不是 底下就讲 不是我一个人讲 所以部长你可以穿攻阀的防弹器 背景示范吗 对还讲防弹板是不是要解释一下 难道我们要人肉来挡子弹吗 其实这个东西 在国外有很多很多 很成熟的一个产品 甚至国外也有人来做了一些防弹车 防弹板 只要愿意的话 应该是有机会去采买这些的 不要再告诉大家 你要打7.6的 我没办法 他用的就是5.85 好董事长 民党要抗中爆台 抗中爆台要强化军力 你在强化军力的时候 我最关键 我也不要求 就一个防弹板 把我的牵扇 你打在 至少我的内脏 我的心 这个地方 保护我吧 就现在到底安不安全 都不知道 然后国防部还拿了一堆鬼资料 来忽悠我们 我们国防部本来就没有想要 真的要跟老共 这个正面来打 没想到 那你做这个防弹板干嘛 我这个莫名其妙 我们当兵的时候 有穿过这个防弹板 现在自私装备了 自私装备 那问题是 那有没有经过一个 整个国际检验的标准吗 他妙的在这里 我说 他说我有一个标准 可是讲那个标准 是20年前的标准 反正他就每天跟你讲了 一些忽悠烂东西 这就是今天我们的国军的优势嘛 国军优势就是他胡说八道专门 现在这个方法很简单 现在乌克兰在打嘛 你就问一下乌克兰的部队 乌克兰的国家 就问 你们用哪个规格 我不要刁难他 请问你像乌克兰战场上用的 这个防弹的 这个防弹背心 是用什么规格 这么一句话就问完了嘛 扯那么多干嘛 那你跟他是不是 有没有超过他这个规格嘛 这个答案就出来了嘛 有跟没有嘛 我看到他们 我就想到周星驰 我就想到韦小宝 我就想到说谎 我要想到你 希望说世界主流的 什么个人防护工具 以抗弹 抗弹板为主流 单兵防护 什么我抗弹板要考虑风险因子 我要考虑重量 我要考虑机动性 我要考虑战斗动作 综合因素 陆军在什么什么时候 就提出什么需求 采用抗弹板的这个需求 可以挡7.62公里的普通弹 然后一片是多少公斤 你讲这么废话 爆就好了 我刚刚讲的更简单 也不要刁难他 我们不是有一位 我们的南部的一位 我们有参加他的 这个是义勇军吗 后来不幸身亡回来 对不对 所以重量不是问题 表示乌克兰现在用的装备 我们的台湾的同胞 台湾的子弟 可以用吗 因为我们都有人去 在这边 现在还有 现在还有 还有大概不知道多少位 原来使用乌克兰 现在使用装备 我就讲 实验战场上的指标东西 你现在国防部 能不能够接受吗 如果可以接受 可以不行就不行 当然是不符合规定 如果符合规定 他一句话 你狗屁我符合规定 乌克兰就跟我现在用的是一样的 我超过乌克兰 他就打给你看了 他再简单一点讲 就卖到乌克兰去了 对不对 我就是一个证明 一个可行 可被检验过的一个产品 这样的部队能打仗吗 可恶的不是打仗 可恶的不是打仗 可恶的是他的胡说八道 这是麻烦的地方 你知道吧 军中是一个大黑洞 我们没有办法去检验军中 那现在请问你 在这个案子的发展过程当中 有没有在野党立委介入呢 没有吧 又没有了 你看到没有 所以这个为什么他们敢嘛 为什么那么勇敢地在欺负嘛 对不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